民眾黨提出思法改革的重點 成立今年國會的第一會期 將來變成吹哨者保護法的心意 並將跟鋒海思法公政主義上相關的法案 專利來打擊黑金、青、毒和雜片 別像民進黨的大早辦公室 變成是只剩下剩菜用的目的 民眾黨無分副理會參選領 黃國昌、黃珊珊跟邱惠如調開記者會 將對思法改革議題提出成立 黃國昌是以總統副議員主任是 成立的思法改革的嚴重挑票 這幾年又不再提及的思法改革 現場也定名只會在他臨書 實力坐去案件 所以可以簡單來代貨 甚至只有提款三個的統計 至於民進黨的成立 合同10至56黨會一樣嚴重 成立未來的強化犯罪的真正能量 都各傳幾個的思法 政府黨所提名的議員 利用明代的職權 竟然要去喬司法案件 跟人家收錢 給他的懲處是停權三個月 就好像一個黨員持交了黨費 一樣也是停權三個月 原來在民主進步黨的心中 你們自己的明代濫用職權 去做傷害司法信譽 最嚴重的司法黃牛這件事情 他嚴重的程度 跟持交黨費是一模一樣 最近有關國民黨總統 參選林侯優議 拿出賣長期在政策 黃珊珊特別製作 幹部和媒體解釋 他接觸過期沒有在政策 的時候 檢查家陳瑞仁也是勇敢 陳總統 但這邊的海角色的案件 不過後來有在政策 以後 電動變作罵王進進的打手 說明當初 如果要合作的時候 有關長期在政策 並不是記著 是蔡保留的態度 應該是要落實檢調 是蔡保留的 我講得很清楚 沒有特徵組就不會辦案了嗎 沒有特徵組就不能辦案了嗎 沒有特徵組之前 台灣檢察官都死光了嗎 所以不是什麼組的問題 不要發生任何一個事情 柯文哲講了 不要每次發生什麼事情 就成立一個單位 而這個單位 又去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所以不是贊成婦反對 你要成立什麼組 請問你要恢復原的方式 還是你有新的方式 請大家說清楚 大家再來決定 要不要贊成 基本上是大選 全部40天民眾黨 要綠色體出書法 相關的策略說明 也會基盤制度 組織跟民眾來開港 全力把押角支持者 共享理念的機會 記者 徐月鋒 先把蔡鳳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